都说这个小日子是个英雄 可偏偏有人不信 因为费结和不能参军 他受尽了村里人的敌视和嘲讽 不堪侮辱的大雄在长时间的谩骂下终于爆发 一天晚上他剪断电线 等村民们熟睡后 就全副武装开始了残忍的杀戮 在短短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中 闯入了村子里11户人家 面门3户 最终造成了30人死亡 3人受伤的惨剧 同时也创下了日本国内最短时间杀人数量最多的记录 这是1938年发生在日本农村的真实案件 当时日本侵华战争正处于白热化阶段 军国主义的盛行让参军成为每个年轻人的终极梦想 村里唯一读过高中的大雄也有着同样的参军梦 此时的大雄虽然提交了入伍申请 但还需要等待体检 留守的妇女们得知大雄也即将上战场 便纷纷投怀送报 一时间大雄成了村里的香波波 今天去村头的李嫂家坐坐 明天就去隔壁赵姐家喝茶 在即将军检的前一天 青梅竹马的表妹也送上了定情信物 这让大雄感受到生活的美好 可偏偏在第二天的体检中出现了意外 大雄的体检报告书上被军医写下了肺结核三个字 他不敢相信 想让军医再仔细检查一点 军医怒斥道 军医的怒吼将大雄打入了深渊 在当时的征兵狂潮下 无法参军是会被刻上耻辱住的罪名 他坐在台阶上哭了很久 当他回到村里的时候 村民们早就知道了一切 往日和善的村民个个板着脸 大人小孩对他避而远之 昨天还热情的女人们见他都往屋里躲 说话也不敢对视 生怕沾染什么东西 更让大雄崩溃的是 表妹要结婚了 可新郎不是他 晚上回去的路上 看到村里的男人正在殴打一名男子 该男子因为征兵没通过体检被当成废物 最终被围殴致死 第二天 男子被吊在树上 警察过来调查 很快便认定为自杀 就这样草草的结乱 一旁的大雄想要揭穿事情的真相 但是看着凶手那凶悍的目光 大雄怂了 他头也不回地跑开了 回到家后 大雄开始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杀 为此他专门去买了一把枪 有了武器的加持 大雄变得大胆了许多 他每天到山里练习枪法 还绘制了一份村里的地图 用火药标记出想要复仇的人家 然后划了根火柴逐个点杆 闻着火药味 大雄心中的恶魔逐渐被释放 他持枪闯入了赵姐的家 怎料赵姐的丈夫卷毛在家 看着不怀好意的大雄 卷毛嘲讽技能拉满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有肺结合再生的大雄 很明显不是对手 如果不是他外婆及时赶到 向着卷毛求情 大雄恐怕能被活活打死 外婆受了这样的刺激后病倒了 可当大雄拿药给他喝的时候 外婆竟然担心大雄要堵死自己 将要打翻逃走了 看着远去的外婆 大雄心中满是愤怒 心中的恶魔在这一刻彻底爆发 他要杀了这些伤害他的人 等到天黑后 大雄剪断了通往村里的电线 村民们以为只是简单停电 并没有在意 早早睡去 凌晨一点 大雄掐着时间从梦中苏醒 他翻出自己的箱子 换上黑色学生服 在腰间系上一口武士刀 以及两把匕首 头上绑着两个手电筒 拿起枪 摆好战斗姿势 一切准备就绪后 大雄推开门 直接来到了邻居家 手起刀落 直接杀死了那个嘲讽过自己的媒婆 连媒婆的孩子也没有放过 大雄按照规划好的路线 将抛弃他的女人 还有嘲笑辱骂他的 一个个击杀 只要和他有过仇怨 必定是全家遭殃 就连他曾经仰慕的女神 也成了枪下王魂 这个村子中 唯一被大雄闯入 还活下来的是一家 从未嘲笑过他的人 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大雄先后进入11户人家 对33人下手 当场死亡28人 两人重伤不治而亡 其中有三家被灭为人 在杀死了所有 和自己曾经有过节的人之后 大雄登上约3.5公里外的山顶 写下一份遗书之后 用猎枪自杀 大雄的尸体 最后在早上的搜山行动中被发现 人们尝试从遗书中 找到他走向极端的缘由 除了外婆的压制 女人的疏远和村民的嘲笑外 有个很大原因 就是他报名参军被拒绝 这让他产生强烈的耻辱感 然而对于屠杀无辜村民 他却没有罪恶感 这样狂热的青年若是参加战争 很难想象他会干出什么事情来 这起事件后来被改编成电影 末日村庄 于1983年上映